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哦 我们怎么没想起来啊 你跟爸爸说两句你的知心话 好不好 我想跟我父亲说 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 我的青春小鸟也要飞过来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越战越勇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荣生冰箱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时尚派系列真正适合中国家庭的冰箱 真诚的欢迎所有有音乐梦想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进行挑战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 希望您也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实现您的梦想 接下来抓紧时间为各位介绍一下本场的五位评委 首先是我们的情感观察员王维涅 情感节目主持人王芳 青年歌手吴海 青年歌手王二丽 青年歌手邓维华 接下来我登部越战越勇特别记 威梦畅想 现在开始 大家好我叫陈首亮今年四十九岁来自玛瑙之都辽宁附新 是一名普通的注入工人 我从小喜欢唱歌因为那时候家里非常困难 错失了很多机会 但在追梦的道路上我却遇到了很多默默帮助我的人 今天我带着多年的梦想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 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从没有放弃 越战越勇 我来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一号挑战选手陈首亮 各位评委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你好你好欢迎您 我看一看啊 附新公路这个工作制服 您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一个注入工人 注入工人做这份工作多久了 16年 16年 总共修的桥 如果按照米数来讲 长度来讲应该有多少了 现在 1540多延长米 很了不起 来鼓励一下 谢谢 我听说您今天报名参加我们节目 就在我们录制节目的今晚 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要不要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总工会 给我发了一个 那个被评为 复兴献 十家青年 哎呀 欢迎欢迎啊 喜欢唱歌对吗 是的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啊 所有爱唱歌的人 似乎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进一个专业的院校去 提高一下自己 您小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吗 我小的时候 一直怀揣着一种 对音乐的梦想 后来我到了部队 我们集团军 组织了一台晚会 把我抽调到集团军 一个小文艺队里 我那时候 唱了一首十五的月亮 后来呢 咱们 解放军艺术学院嘛 老师给我来了一封信 要求说 你可不可以到这来学习来 哇那你赶紧去啊 当时请完假之后就回回家了 我把这情况和父亲说了之后呢 父亲 只是 默默地注视着我 因为 我知道 家里肯定拿不出一些经济上的能力 我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 就在那个场合 我父亲对着一个 儿子 默默地流下了泪 当时 我那种心情 就非常复杂 等我走的时候 我母亲 从一个 在农村嘛 有个小钱匣子 只能拿出 三块五毛钱 我到部队里车票是七块钱 后来我就看了母亲 冬季 西凑 凑了七块钱 要往我手里塞 我就 把母亲 在塞过的钱 用塞给她的兜里 有我家 我四哥赶着毛绿车 把我往车站送走的那一刻 我母亲 在毛绿车后边跟着走了很远 我注视着她 妈妈特别想帮你 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她当时无能为力 对吗 是的 家里没有那个条件 特别困难 后来 你这个去军艺的梦想 实现了吗 当军艺来到第二封信的时候 我只能把这封信 默默地揣在兜里 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这件事在你心里很久 好遗憾吧 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的遗憾 你也没去军艺专门去培训 那你这些歌是怎么学的呢 后来进入一个游戏平台 那里又教声乐 借什么游戏平台 这里有唱歌的 有教葫芦丝的 还有教声乐的 我大概知道了 是不是那种网络的那种直播间 对网络直播间 后来我在接触一个 上海的一个声乐老师 叫郭敏荃 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吗 对啊 在网上 他就通过网络来教你唱歌吗 对啊 我们打开视频 我唱他听 我唱的有瑕疵的地方 他告诉我 应该气息下沉到什么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老师 他用他的方式一直在教你 那您后来有没有去上海 去见见这位老师啊 我一直在想 但是没有机会 今天来越战越勇 有没有给老师汇报一下呀 我给老师打过电话 他说你唱什么歌 我就唱了一首 故乡有话 告诉你 也是老师帮你辅导的 对 老师也帮我辅导 你会不会觉得 这么多年来 由于你一直没有一个专业老师 突然出现这样一位老先生之后 你觉不觉得自己这个唱歌水平 蹭蹭的涨啊 就是啊 一个是老师的指点到位 这是第一 第二个老师那种执着的态度 四十年的声乐里面 毫无保留的 在往我身上一点点的倾注 这是让我最感动的 也就现在你是知道他长什么样的 对吧 因为我们出视频 但我觉得虽然你在网络上面见过老师 今天来专业台参加节目 这个电视播出还不一样 非常有必要通过视频 向老师表达一下你的感谢 对 那么今天我来到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 向我的老师 向一直以来关心关注我的 家人 亲戚和朋友 三位的同事 深深的精神一功 谢谢大家 你关键是要跟你的老师说呀 关键你得跟老师说呀 老师 老师好嘞 老师我给你一个话筒 谢谢 谢谢 总是谢谢 老师也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学生 你们好 品味你们好 第一次见到你的学生 是的 这次来会不会心里还有点小激动 很激动 非常激动 你觉得你的学生和耿维华老师比起来 他们俩谁的水平更高一点呢 这个呢就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各有所长 听明白了吗 就是他的学生跟耿维华一个水平 老师一上来 我看到首亮呢一直在偷偷擦眼泪 你是真没想到在这个舞台上能见到老师对吗 根本就没想到 好几年了 一二年到现在有四五年了对吗 你们一直都在网络上交流 一直在网络上交流 所以今天这个老师的到来 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而且我也感觉你 你绝对唱的跟耿维华差不多水平 你这样 既然把这样的好老师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不如我们掌声热烈一点 让老师简单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我们的舞台不仅是为学生准备的 也是为老师准备的 我是七十二岁的 好 我的太阳了 我就是那个唱歌 我的太阳 好 我的太阳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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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的 我 大 咬 我 我 我 好 我 哎呀 毛刀不老啊 老师来到台上了 因为他的歌声给你鼓劲了 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办 我会努力 继续加油 比老师唱得好 越有 加油加油加油 老师我们到台下给你加油 好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有人在远方喊你 喊你的小米 铁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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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酸溜溜 听见了 天蜜蜜 也许你正短坐在桃花交车里 也许你也许你也许你正会寒在你年宫的里 也许你天安的北千里万里 你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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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激动不易 你回归走 不想有何 告诉你 谢谢 谢谢春首亮 在我们今晚一开场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 我们音乐评审的点评 狗维华 首亮你好 老师你好 这首歌的演唱 整体的情感 包括你的状态的这种延伸 我都还是可以的 但是只是给你提一点小的建议 你的气息的流动还不是很足 由于一开始 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有人在远方 喊你 喊你的小民 就这种勇动的情感的勇动 还不是很好 再积极一点 你的情感会更加的充分 整体都还不错 好吧 谢谢各位 由于你是我们今晚第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首先邀请你到内主区等待对手 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认识一下下一位登台 大家好 我叫关童 今年22岁 是一名在校的大三学生 来自比较大的城市 铁岭 我喜欢交朋友 性格比较大大咧咧 身边朋友都觉得我是个十足的女汉子 不过从小到大 我一直有一个事情困扰着 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学习 所以我想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帮我 越战越勇 这次我要为梦想而战 越战越勇 我来的 掌声有请今晚的二号挑战选手 关童 有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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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哥 你能 对不起啊 你能让我来个无声的尖叫不行 太激动了 终于看到我心目中的男神了 无声的尖叫 怕我尖叫起来吓着大家 谢谢 欢迎你 欢迎你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关童 今年22岁 来自比较大的城市 天岭 东北老乡 你看 你这个介绍啊 没介绍到关键点上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 我关心 范哥比较感兴趣什么 你身高有多高啊 我身高尽量是1米76 1米76 嗯 但你看今天你这家 那个 你这 好像还赚点工资 好像 那你这个 这鞋怎么那么高呢 那个范哥 我跟你说 我带了5双高跟鞋 带5双高跟鞋 8厘米 10厘米 两个12厘米 我就在想 我穿什么 然后我就 因为我上网查过您资料嘛 因为男神必须都得 什么都得了解 我这身高是 1米8的大跟 对啊 哎呀 然后我就 寻思 我就 我穿个矮点了吧 嗯 但是我就导演 我就问导演 我征求导演意见 我说导演 我可以穿一个 那个多高的高跟鞋呀 我们导演怎么建议 自己长谈包 很开朗啊 你现在已经工作了吗 还是学生 嗯 没有 我是在校的大三学生 还没毕业呢 没毕业呢 啊 在哪上学啊 在沈阳医院学 哎呦 那也是我小时候 梦想的一个学校啊 中学毕业的时候 定了一个目标 就要奋力考沈阳医院学院 哪也不去 就去沈阳医院学院 因为妈妈从小有一个梦想 嗯 然后也与梦想 擦肩而过了两次 当时有一个培训班 然后去招学生 然后当时我妈妈的素质挺好的 就被老师相忠了 然后就说 狗妈说 孩子18岁的时候 到沈阳医院学院去找她 然后我妈妈 因为家人条件特别不好 她也没敢抱 没敢 没敢抱 嗯 然后这是第一次擦肩而过 当时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有一个医院学院的保送名额 然后也是给我妈了 问我妈 嗯 你能上得起培训班 买得起钢琴吗 嗯 一说妈妈是我挺激动的 因为 那是我 我妈的梦想 也是我的梦想 嗯 我妈就说 买不起钢琴 当时天下大雨 我 我 我妈 也跟我姥爷说了 我姥爷 当时确实家里 实在拿不出来钱 然后我姥爷 也挺难过的 说孩子 真是供不起 然后我妈妈就 自己跑出去了 当时还省了一场大病 住了医院 挺难过的 后来这个保送名额 让给了别人 我妈妈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遗憾 所以说 所以说呢 就是 她告诉我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 真的很发愤发愤 把它定为我的人生目标 嗯 因为我自己也受妈妈的熏陶 很喜欢音乐 所以说 我能这样理解吗 对 就上了沈阳音乐学院 既圆了你的梦 更重要的是 也圆了妈妈的梦 很好 很懂事的孩子 看到她那么乐观开朗 所以我觉得 妈妈平时跟她的教导 包括平时这个关系 我觉得处理得很好 没有给女儿更大的压力 所以这样 由于你能够看出来 一上台 你还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紧张 紧张 给你一点放松的机会 你有什么才艺吗 你可以展示一下 可以 你除了唱歌的 我可以跳舞 你这么高个 这大高跟鞋也能跳吗 能跳 我把鞋脱了不就行了 行不行 够不够给力 行 我们拿 我想起那个灰姑娘的故事 给我们来一段爵士舞好不好 我们都没有呢 非常听 我还多 municipal 不就行了 那个顶 你怎么一个人 交扫 不就行了 不就行了 别再让我种种希望 别再让我甜甜爱想 谁是我的新郎 我是你的新郎 谁是我的新郎 我是你的新郎 你快快到我的身旁 印度 哦 哦 哦 上你我 哦 哦 哦 下你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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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感谢这么多累不累 有点累 作为你的大哥哥 作为你的老乡 作为你的男生 我必须关照你一下 唱 让你穿那么高的鞋 太阳下山明早已就放上来 花儿写了明年一样开 美丽小鸟无影踪 我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有些力很好 美丽小鸟无影踪 我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啊啊啊啊 火而且流bla hand 也还是一样海 我的青春小鸟 也要红回来 娃云山山边大雨就爬上来 火而且流bla änd 还是一样离开 每年小鸟飞去我探 Jazz 我的青春小鸟 也要红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也要走回来 别的那样哟 别的那样哟 我的青春小鸟也要飞过来 别的那样哟 别的那样哟 我的青春小鸟别走开 我的青春小鸟别走开 别的那样哟 来 听听我们音乐评审的电话 二宁 关彤 你好 你好 二宁老师 特别羡慕你 长得那么高 前面看你跳舞蹈 我觉得你跳得特别的好 谢谢老师 我想的你唱歌应该唱得不是很好 因为一般的舞蹈演员 很漂亮 太漂亮的那种 我觉得唱高音不是太好 我觉得你唱歌 让我有点刮目相看了 天生的这种 能够在舞台上吸引关注的 这样的一个演员 所以我非常喜欢你 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出当前的类伍 掌声有请陈首亮 首先我们这一轮的反对票 从王维念开始 介于今天你的演唱和陈首亮的演唱 我认为你比首亮唱得好 看起来专业学院的教学和视频教学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我准备淘汰首亮 王维念首先投出了第一张反对票 他支持了我们的关童 我这一票要投给关童 因为我觉得首亮特别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那么多年的梦想 我特别期待我这一票能给你一些信心 我认为没学过 你就唱得不错 我觉得今天我特别高兴 我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民歌 这么年轻能够有这样的高水种 真的我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欣慰 我觉得在你们二位的演唱当中 我认为关童要好与首亮 所以首亮非常遗憾 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首亮大哥你好 其实单从野唱方面来讲 你们两个比的话 我觉得其实演唱的水平 不是说差的很多 因为你的声音条件很好 但是后面我看了关童 在舞台上的表现力 他的综合的全方位的 我觉得他在舞台上会更全面一些 所以其实我非常 不想把这一票投给你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因为同情你 或者是心软 然后把这一票投给别人 我想投出公正的一票 所以特别不好意思 结果出来了 很遗憾 陈首亮没有首亮成功 在这里祝贺我们的关童 你成为了信任的泪主 来 中战发生 这边请 接下来 接下来通过短片让我们认识一下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王俊玉 今年29岁 现在在税务局工作 我喜欢唱歌 工作之余再忙再累 我都会唱上两句 爸爸妈妈每次听我唱歌都特别开心 所以我渴望这个舞台 我想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能站上央视的舞台放声歌唱 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越战越勇 来了 掌声有请今晚的三号挑战选手 王俊玉 有请 你好你好 欢迎你 各位评论老师 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俊玉 今年29岁 我来自辽宁省铁岭市 你看看都是老乡 人家这个鞋选的 是没有把我选的那么矮吗 你是音乐学院的吗 不是 我是大连艺术学院毕业的 那现在也是搞艺术吗 没有没有 现在的工作是在地税局 然后在窗口工作 在地税局啊 对 那个房屋买卖的那个税什么跟你们有关系吗 是是非常有关系 你来的正好 正好家里来人了 我咨询点技术上的问题 好的好的 就是说现在房屋买卖那个税现在大概是多少 140平以上 那就是1.5%的税 那如果我已经有一套房再买下一套房的话 那个税 二套还是有税的 那如果我已经有两套房再买 还让买吗 现在 让买 但是税比较高一些 对 你问我这么多问题 您是要打算买房吗 不是 我就是打算明年再也不合租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那我挺奇怪啊 你这是学音乐 学艺术 最后怎么去窗口工作了 因为 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还是 其实跟我的爸爸还是有关系的 我的爸爸在2013年8月5日那天 因为高血压突发脑溢血 成了植物人 一直 现在一直都在昏迷当中 然后单位的领导 也是为了照顾我们家 所以才让我去上班 爸爸是昏迷了之后 到现在三年没有醒过来吗 对 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现在一直处在昏迷当中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说什么 他是不知道的 对 他是 一点感觉都没有 当时爸爸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正在干什么 当天 我在上大学 对 然后我是 快要毕业了那一年 然后在学校 当天晚上就听到了 爸爸病危的消息 突然的 对 特别突然 从那天开始 爸爸就没有再醒来过吗 没 那现在爸爸怎么吃饭啊 不好意思 特别理解 真的特别理解 我相信你跟爸爸感情 应该特别好吧 没错 而且有一个例子 就可以证明 今天我们的现场 准备了几张照片 王俊悦每天都会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 晒几张 他和他爸爸的照片 每一天 每一张照片都记录了 他爸爸在今天 有哪些新的变化 并且有哪些新的进步 或者好转 这个是爸爸出现奇迹之后 什么奇迹 是我在为他喝 为他喝西瓜水 然后他的嘴就为自己张开 他会去咬那个勺子 对 喝了三小口 对 特别棒 这是爸爸第一次发出声音 只是微微的一点声音 因为当时我在他身边 所以他的一些细微的反应 我都未发现 所以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记录爸爸病情的 女儿的日记 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你爸爸醒来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醒来 他看到 就每一天每一天 女儿是这样记录他的 他一定会想 我没白疼这个孩子 以前你跟爸爸很黏糊吗 是的 非常黏糊 我爸对我是非常非常的疼爱 他不是一般的疼爱 我记得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是 不管家里是 来了什么亲戚朋友 或者是外人 他都会马上把我背起来 在我家屋地走来走去 二十多岁 对 他对我的这种爱 在爸爸单位都非常有名 因为叔叔阿姨 他们都知道他非常疼爱我 你坚信爸爸会醒来吗 我一直都相信 爸爸一定会醒过来 当时出现这个问题之后 有没有 比如说 医生啊 或者其他人跟你说放弃吧 有 在爸爸下达病危通知书的时候 医生就已经说 别治了 没有希望了 对 可是妈妈一直都没有放弃 现在爸爸 能睁开眼睛了吗 可以睁开眼睛 他能看到吗 他应该会有点 有点意识 就是如果你喊他的话 他会转过来 看你一眼 尤其是在我每天给他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听乐来讲 最多的应该是希望和信心 因为从他能够坚持记这个日记 在朋友圈 其实是他的心灵日记 他其实就没有放弃 他是充满信心的 也许这个你接下来的日记 还会记一段时间 也许很快就不用记了 爸爸就醒来了 对吧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爸爸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 你来参加节目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醒来的时候 他通过回放我们的视频 他会看到你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所以借这个机会 跟未来已经醒了的爸爸说几句吧 好不好 爸爸 也许我现在说的话 你可能听不到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能听到我说的话 因为我一直都抱着奇迹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醒过来 我每天在你身边 给你唱歌听 就是希望能用我的歌声去唤醒你 你那么爱我 那么爱妈妈 我相信用我们真诚的爱 一定能把你唤醒 爸爸加油 加油加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要唱什么歌 黄河鱼娘 加油 说不清那多少年 你正在这大河上 只见得鱼儿漫藏 喊你一生黄河鱼娘 喊你一生黄河鱼娘 黄河鱼 鱼娘 哎 黄河鱼娘 也许是春来秋啊 你把风和雨 当作那平常 用那春班 拖着红颜河鱼娘 在天水晶满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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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摇入海角 在你的黄河上 你却说你的风 在欲望发落的地方 我想摇入海角 在有你的船上 你却说你的心 在那船头朝着的方向 天水晶满河鱼娘 在那船头朝着的方向 更为华开始 关童 无论在技巧上 在情感的表达上 包括舞台的这个表演上 我觉得要比俊悦 要胜过一筹 所以我把我的反对票投给俊悦 旧月 其实我很喜欢你 因为我感觉你很善良 很孝顺 所以其实 我有点不忍心 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比赛的时候 可以选自己的驾驭了的歌 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张力 才能完成好这首歌 我相信 你爸爸肯定会 醒过来 谢谢 好 王俊悦的话通胎再降一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祖海的选择 关童相对来说 今天这首歌它比较完整 它几乎让我挑不出瑕疵 所以俊悦真的也非常遗憾 但是在这里 我也是想 就是祝愿老爸爸 我也是相信奇迹的出现 我相信老爸肯定能够醒过来 只要你坚持 给他 给他所有的爱 给他 好吗 俊悦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要祝贺关童 手泪 成功 祝费关童 找个康复 这边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时尚派系列 真正适合中国家庭的冰箱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下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孙科 来自山东华山 我今天三十三岁 是一名休学匠 抢期后的时候就去休息 因为熟以后 叫个公道 来我这休息的来听多 我喜欢唱歌 一只梦想一天能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今天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我会和我唱的 越战越勇 我来了 掌声有请 今晚的四号挑战选手 孙科 拼封为了手 挂住朋友们后 你好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有点紧张啊 有点紧张 我能猜你肯定不是专业学唱歌的 没学过 没学过唱歌 您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我职业是修鞋 修鞋 来的太好了 为什么今天穿这双鞋 评委老师都见过 我穿 一般不穿这双鞋 但我发现这个鞋吧 穿两回之后 你看这件 打一个死者 还歪 然后脚穿上特别疼 这鞋能修吗 您觉得 你这鞋这么厚 没有毛病 当不住 你这鞋有毛病 是怎么说 是我脚有毛病 鞋没毛病 脚您能修吗 真是修鞋的 修了多少年 修三四年 修三四年 您修一个鞋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鞋根掉了 您给我弄一下 有鞋根就是 你把这撒坏卡 扎上 我扎上个钉子 粘一下 打个钉点 你是在大街上修吗 我来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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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鞋头上修我 鞋身上 我特别高兴你今天来啊 困惑我很多年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的脚呢 也有毛病 四五的脚 但是我必须得是 四七的鞋面 它就是脚面进不去 就是像你这个 遇到这种情况 你能帮我 撑一下吗 出出主意吧 怎么才能把脚面 就能伸进去 这些鞋 鞋带 你出出鞋带不进行呢 啊 鞋带就行了 鞋带 哦 我们怎么没想起来啊 有这个视频上跟老师学习的 有真的到专业院校跟老师学的 这个差距还挺大 我不知道您来报名参加节目 您有老师吗 我也有老师 您有老师啊 您有老师啊 您的老师是 说来 我老师 帕罗罗蒂 您老师是帕罗罗蒂 也是视频给你上课吗 我是听他的歌 你回去卡边来 听他的作品 看他的视频 这就难了 因为我觉得本身听您说普通话都费劲 帕罗罗蒂老师都意大利语 怎么听啊 我觉得当海鱼评也感谢 这就有这个老孙平时学习的这个资料 哎呀杨帆 你快给读读 这个是今夜无人入睡 火这拼音都不是纯汉字的哈 奶送到了嘛 奶送到了嘛 就别的歌咱不太熟 咱 我的太阳 这个哈 干杯了高杂 那 那 那于呢 你这个中文字我不认识 我闲字不懂 我门家闲书 那又那这字念啥 那又那来说了 那又那来说了 干杯了高杂 那又那说 高杂那部分在哪 那这 那又那样 我门家门家没想到 又费了呀 走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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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啊 就需要遇到一个这样的好老师 我现在也会唱意大利语了 师父 谢谢你 你咋再来呢 你一天最多能修多少双鞋呀 要有三十双 十两双 十几双 那你要一双就收三块钱的话 你这一天收入并不高啊 平时起来 一双都快双 双十块双一个 我在道德林宫 你一说唱帕瓦罗蒂 你们村里的人会不会觉得 你挺牛的呀 因为我们都觉得帕瓦罗蒂 离我们太远 是好几站地呢 也有说我不会听 说说说 小孩那么会有神经病呢 说唱家对象还听不懂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在修鞋的过程当中 怎么就突然发现 自己还可以唱意大利的歌 你是看上报纸了 还是看上电视上面 他应该是修了意大利的皮鞋了 确定是脚有毛病了 你这鞋一张 我后面应该是鞋目不必 你这卷那么后一点 你就继续卷 不用续卷了 我听你的 下回上节目 我不穿脚了 不是 那我不穿鞋了 行吗 演唱吧 今天唱什么歌 今天也无人入水 希望大家 他的音质啊 音质很好 而且很纯净 音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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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